2021年本朵对决 陈世在 我是全明星电竞女神的队长 陈汉典 哇 压力很大 因为跟女神在一起久了 我也会慢慢变成男神 我知道大家可能看了有点不习惯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look 其实是对我是 自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 全明星电竞女神 我是属于那种各个急迫 那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那个line我都有 那目前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 喜菜的line我还没有 因为他迟迟不肯加我 真的是有个别传讯息 我一开始还想说 怎么会传讯息给我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大家都是有被汉妮哥照顾 我刚才我在连续的时候 点哥在我们收工之后 私下传讯给我说 杰林你还好吗 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的心情 然后他就以一个前辈的方式去安慰我 叫我不要想太多 然后一切放轻松 然后当下我真的觉得这个男的真的太暖了 就是怎么会这么暖 然后觉得说点哥真的是一个好好队长 真的 谢谢 他们会觉得我在骂他们 尤其我其实我觉得我对了我一台蛮凶的 真的啊 第一天第一天录完影之后 陈宇就传讯息说对不起 传给我说对不起 然后说怎么了吗 然后因为他在游戏 他就说他在游戏当中好像有凶我 但其实我觉得根本我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在打游戏都是很认真 所以都是会互相说 你过来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去 其实对彼此都很凶 但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觉得你被骂吗 因为你骂得更凶 还有一点就是要交朋友 因为我们演艺圈的朋友真的是不多了 好不好 能交一个是一个 对不对 大家都是彼此的父母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所以输赢不要摆得那么前面 重点是你们进步了多少 你们从一开始 譬如说像杰林也是从零开始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从零开始 那我现在学会了普攻啊 所以我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喝彩 对鼓励自己 因为我通常都会一直鼓励自己 因为没有人要鼓励我 所以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抢先一步 先鼓励自己 谢谢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